欢迎来到我们的汽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丰富多彩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要带大家看看泰国 那里的汽车市场似乎有点不太乐观 由于经济疲软,消费者债务高企 加上电动汽车的进口增加 泰国的汽车销量在今年初大幅下降 而在曼谷的汽车展览会上 为了吸引买家,汽车制造商们纷纷提供了深度折扣 看来,如果你正好在泰国 现在可能是个不错的购车时机哦 接下来,我们飞越到英国 看看那边的家庭是如何应对汽车成本上升的 根据一项调查 越来越多的英国家庭和夫妻因为汽车运营成本的上升 考虑减少车辆数量 有的家庭已经放弃了他们的第二,甚至第三辆车 而有更多人计划在未来这样做 看来,双车家庭的概念正在慢慢消亡 真是时代在变化 最后,让我们来聊聊特斯拉和他在中国的故事 特斯拉在中国的成功对公司来说是个巨大的胜利 但随着中国本土电动汽车制造商的崛起 特斯拉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面临挑战 另一方面,特斯拉与中国政府的紧密关系 也让他成为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焦点 似乎特斯拉在中国的道路既充满了机遇也伴随着挑战 好了,今天的汽车简报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些新闻概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的汽车新闻 我们下次再见 随着泰国汽车市场的疲软 电动汽车制造商提供深度折扣 日经亚洲 泰国两年一度的汽车展览会在曼谷开幕 而经济疲软的迹象也开始显现 由于消费者债务高企 融资条件更加严格 以及市场上车辆供应过剩 泰国的汽车销量在1月和2月份下降了26.15% 被收回的汽车数量增加 导致二手车价格下跌 电动汽车进口的增加 也对国内生产造成了影响 为了刺激需求 汽车制造商现在在汽车展览会上 提供大幅折扣 对司机的战争预示着双车家庭的消亡 英国每日电讯 据金融服务提供商Close Brothers的 一项调查显示 拥有一辆汽车的成本 正在推动家庭和夫妻 减少车辆数量 四分之一的家庭 考虑摆脱他们的第二辆车 调查发现 百分之十亿的司机 已经因为运营成本 上升而摆脱了他们的 第二或第三辆车 而另外百分之十三计划 在未来这样做 导致成本增加的因素 包括保险费上涨 燃油价格上涨和维修费用增加 习近平会见美国首席执行官 因美国企业寻求修复与中国的关系 金融时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周三在北京会见了一群美国首席执行官 旨在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具体细节尚未透露 此次聚会是在中国发展论坛之后举行的 美国高管参加了该论坛 但欧洲首席执行官未受邀 习近平和美国总统乔 拜登在11月份进行了双边会谈后 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稳定 但紧张局势仍在升级 现代汽车将在韩国投资超过500亿美元 大力推动电动汽车发展 雅虎 现代汽车计划到2026年 在韩国投资超过500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用于推动电动汽车 EV的开发和生产 该汽车制造商计划在韩国创造8万个就业机会 并建造三家新的电动汽车工厂 目标是到2030年将该国的年产电动汽车 数量增加到151万辆 该公司还将投资基础设施 软件、电池技术和自动驾驶技术 为什么埃隆、马斯克需要中国? 纽约时报 特斯拉面临着在中国的挑战 因为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正在获得市场份额 并成为美国和欧洲的安全关切 这与特斯拉最初在中国建厂时 受益于政策变化和与高层领导人接触的情况 形成了对比 在加利福尼亚州 特斯拉通过向无法达到污染目标的汽车制造商 销售排放配额获利 该公司的游说者鼓励中国采取类似的政策 特斯拉开设上海工厂后 通过这一政策赚取了数亿美元的配额 转向中国拯救了埃隆 马斯克但也将他与北京绑在了一起 纽约时报 特斯拉与中国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因为该公司在中国市场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审查 最初 特斯拉与中国政府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 获得了让该公司在中国建立强大存在的让步和补贴 然而 特斯拉现在面临着来自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日益激烈的竞争 正在失去在市场上的优势 此外 特斯拉与北京的密切联系 引起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审查 公司转向中国 使其处于一个不稳定的位置 并凸显了在中国市场运营的挑战 香港股市下滑 阿里巴巴取消物流部门IPO打击了市场情绪 南华早报 在阿里巴巴取消其物流子公司菜鸟的上市计划后 香港股市下跌至近两周低点 五间休市时 恒生指数下跌0.6% 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7% 上证宗旨下跌0.5% 在复活节假期前 交易量较小 反对派的核政策必须以事实为基础 悉尼先驱晨报 联盟党对核能和车辆排放标准的立场 表明其对化石燃料行业的忠诚 并缺乏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该党最近将新的车辆效率标准称为皮卡车税 只是另一种旨在制造恐惧和反对气候行动的恐吓手段 联盟党应该以证据为基础制定政策 并避免误导信息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最新的环境报告强调了 澳大利亚受威胁鸟类 哺乳动物和植物物种的减少 报告将这一减少归因于入侵物种的引入 气候变化和栖息地破坏 报告还指出 自2000年以来 该国人口增加了800万 给环境增加了额外压力 在讨论政策决策时 必须考虑人口增长对自然界的影响 受威胁物种的不断减少 和自然栖息地的丧失 应该成为政府的优先事项 联盟党需要采取行动 确保进口的新车符合严格的排放标准 然而 令人沮丧的是 只有16%的澳大利亚人 认为这个问题是优先考虑的 许多人将更多的车辆选择至于环境问题之上 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环境的长期健康 而不是短期的便利和选择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